你别跟他较劲了 行不行 跟他对着干 吃亏的永远是咱们 我再说一遍 让他自己来 那天开会的时候 首长还说呢 要官兵平等 你看他怎么做的 怎么对原英的 整个以军阀作坊 班长把原因怎么了 原因是女兵啊 班长还能惩罚他呀 等我说 到 说什么呢 我说班长会照顾女兵 放屁 在我的眼里没有女兵男兵 只有兵 全体都有 班长 原因还没来吃饭 你的意思 是我不让他来吃饭 班长 原因应该来吃饭 你怎么知道 我不会让他来吃饭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官兵一致 军民一致 是我军科敌制胜的法宝 好 李晓 到 你去看看原英为什么没来吃饭 是 听众地 毛主席还说一句话 下级必须服从上级 一切行动轻松可畏 听众地 到 成立 这儿 所以我命令你 目标 操场 跑步 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停下 明白吧 明白了 第二天 怎么一个人跑步啊 跟你说话怎么不理人哪 坐下 坐下 班委会的主要内容是 总结 我们班参加全联 不要说话 运营 大 你做记录 是 总结我们班参加全联 复合超众越野经验教训 我们班成进室 李晓 到 全联第一 请坐下 欢迎 到 全联第二 请坐下 最后一面我就不说了 大家心里都清楚 第二天呢 他不知道该问吗 аф hors 你们都养了啦 竟花天呢 不要 竟花天没回来 他干嘛去了 为什么不请假 不要 丁考天在执行你的命令 在操场跑步 不要 走 你去把他叫过来 让他回来开会 是 刘大招 走 走 以前 我们班 各项成绩在全天都是第一 这次呢 弄了个倒数第一 你别跟他较劲了行不行 跟他对着干吃亏的永远是咱们 我再说一遍 让他自己来 好天啊 你就回去吧 咱们现在是新兵 你还没看出来吗 新兵就是软尸子 让人随便捏啊 对不对 新兵怎么了 新兵是人 毛主席还说官兵一致呢 是呀 咱现在不是没见着毛主席呢吗 等咱见着毛主席 我好好告诉郑保公去撞行不行 浩天 方向 班长说 没有特命令不能停下来 你告诉他 说我丁浩天 等着他的命令 行浩天 你就是要跑你给我优势点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这就把这张胖子给你交来 方杨 丁浩天是被体拔的 我决心 一切行动 听从班长的指挥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刻苦训练 增强体能 听党的话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为保卫祖国的西北边疆 贡献出我的青春和一切 好 不要 别的站着 进来 好 丁浩天 丁浩天说 没有接到你的命令 他不敢回来 你没告诉他 是我命令他回来吗 我说了 他说没有亲耳听到命令 他不敢停下 那就是说 得让我亲自去请他了 不是 不是是什么 是他不相信我 好 冯阳 你去操场 你告诉丁浩天 就说我说的 他不是喜欢跑步吗 就让他跑好了 我会在 全办公会上 对他这种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哥们精神 给你表扬 去吧 是 继续发言 报告班长 我也要求跑步 现在是学习时间 你跑什么步 既然是学习时间 丁浩天也应该回来学习啊 方杨不是叫他去了吗 那丁浩天愿意跑 就让他跑好了 张班长 是我拖了全班的后腿 你应该罚 但是你应该罚我 不应该罚丁浩天 原警同志 丁浩天跑步是自愿的 没人提罚他 那我也自愿跑 原警同志 是 你别忘记你是个兵 三大基地八项主义 你没学过吗 坐下 兔家 是 毛病 继续发言 发言 李正 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进去学习 实际 李正 李正同志 新名联一排三班 正在办公会请您指示 班长张宝谷 张宝谷 到 这是怎么回事 就你们三班特出 学习还要加岗 文连长 整个事件 我都是见证人 丁浩天好心地为了帮助某位女同志 帮她背沙包 背背包 还搀扶着她走路 放弃了自己得第一的机会 这样的好同志 应该受到表扬才是 可是她没受到表扬 还得到了体罚 这不公平 如果要追根巡员 该受处罚的不是丁浩天 而是拖累了丁浩天后腿的同志 有这样的事 丁浩天她好心帮助了别人 受到了惩罚 你们心里就没有亏吗 报告连长 她没有资格在这儿训我的病 对 是 报告连长 韦谷同志说得一点错都没有 应该受罚的人是我 不是丁浩天 丁浩天 快停下来 干吗呀你 是因为我你才会跑到最后的 干吗 干吗的人应该是我 快停下来 丁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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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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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没事吧 张伯国 到 让锤士班给丁晓天做些吃的 这件事不许外传 到此为止 是